那么现在讲学问确实是一个问题 现在讲知识 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知识很发达 学问你听说吧 学问是智慧的 真正的智慧的人太少了 活育不过久 真是智慧的人 肯定是老实人 真诚人 对人恭敬 对自己谦虚 肯定是这样的 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所表现的能力 中国人讲的五能力 他做到了 五常思维八德 通通落实在他生活当中 这种人是有学问的人 有智慧的人 很小心 那么有人说 现在这个世界是知识爆炸的世界 这话讲的有道理 知识跟智慧是不相同的 你安装自己 智慧是从亲近心得到的 而知识呢 这我们前面讲的 失望性 不是真诚 现在人家 幸福其造 其实幸福其造 成就很有限 科学家 他也专心 他不是幸福其造 他有相当的定供 不受外面境界影响 他才能够有研究 有发明 这些研究发明 不是属于智慧 是属于知识 是属于世间 不是属于初世间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